大家都知道均衡营养对身体健康非常重要 可是呢大家又总爱以工作没有时间啦 生活忙碌作为借口 不过随着人们对健康管理的意识提高 可以看到呢很多人其实就开始做运动啦 然后摄取这个营养食物这样子的 不过想要让身体达到这个均衡营养摄取 是不是每一天都要吃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食物呢 其实啊想要摄取这个均衡营养呢并不难 每一天呢只是需要一杯饮料就可以完成咯 想要知道更多我们借下去看下去 当然呢同时呢大家也要把我们的这个直播呢 share出去哦 因为呢在这个直播的尾声呢 我们会给大家一个好康 只是专属中国报粉丝的福利哦 是的那现在在我身边的呢 就是Good Morning创办人Natu林申文 那想要请问Dato 其实现代人哦在饮食还有营养摄取方面 面对怎么样的问题呢 其实一个综合的营养呢要得到前方位的营养的确的 在今天我们的饮食里面呢是很难能够拿到精衡的营养 好像基本上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民众呢都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习惯啦 他的行为就是吃拉西勒马啦 油炸啦 或者是咖喱面啦 或者是巴库叠啦那些东西 对对对对 我们讲华人啦 就你看你认真的去想哦 那一餐你吃完的时候啊大多数都是蛋白质肉类或者是高淀粉的 都是很高淀粉的 对我觉得马来西亚吃的书都是很高淀粉的 那真正的现在的科学多么发达 已经算出一个人综合的营养呢是不能少掉28种维生素跟矿物质 那么整一餐我们认真的去看啊那一餐我们吃下去的时候到底有多少样 数来数去只是好几样而已 所以现在你说综合的营养呢要前范围营养的确很难得到 有这些生活这么忙碌 对所以就需要一些有理行这个社会企业责任的一些公司 去出一个前范围的营养 这个是一个重点的 可以这样我们都知道其实Good Morning的旗下就是有很多不同的product啦 其实你们的产品是怎样帮助到我们就去提升那个生活品质的呢 Good Morning在2008年开始成立的时候 它引起一个梦这个梦就是由我开始的 但我成立Good Morning这个名字呢就很有早期 我希望每一个社会的人啊每一天充满着那个朝气跟信心啊 所以名字是由这样子来的Good Morning 因为讲到Good Morning的话大家就觉得哇 怎么会用一个这样子好像是一个祝贺雨或者是早上看到人就说 Good Morning这样子的一个名字来做一个brand这样子 所以也有一些人误导到今天啊买我的产品就是早上才喝的 对 有人会这样觉得只有早餐可以喝Good Morning这样子 午餐就不可以喝喔 因为不是Good Afternoon 所以就有这样子的一些误导性啦 其实不是的就是一个品牌 Good Morning是一个祝负雨 但是Good Morning这个名字把它粘在一起的话是一个品牌的名字 就是由我们的公司Good Morning 那么为什么采用Good Morning这个名字呢 因为Good Morning这个名字的口碑非常大 你看我就基本上这样谈喔 Good Morning当我们上学的时候 有幼稚园都还不会念 老师一开始要上课叫你讲什么 Good Morning Teacher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Teacher 对不对 那这是一个基本的就要口碑方面它很强 当什么A for Apple的他没有念到的时候就要懂Good Morning 那么Good Morning这个职场很大 我为什么选择这个名字你看 到现在我们还是刚刚进入Good Afternoon 对 从早上你去住一个Hotel 从下面的人服务生直到上层的Manager 见面都会跟你讲Good Morning 对 他的口碑很大 他的磁场很大 当我们这边进入中午时间的时候 印度那里还是Good Morning 印度进入中午的时候 要跑去英国还是Good Morning 就是到处都可以有Good Morning这样子吗 就会停了 这一句话的磁场很大 到英国他晚上中午的时候到美国讲Good Morning 所以这个地球24小时每一秒钟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一直讲Good Morning 所以这个品牌的由来我觉得用这个名字吃 就是它的它的成长很好 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对 成功不是猛叉叉 失败不是没道理的 成功一定有它成功的条件 在2008年开始我成立这个Good Morning 第一个名字起对了 重点 那么原起于什么 Good Morning成立的时候就是要带给社会健康 食品是我最投入的一个行业 当年我39岁 所以39岁才创办Good Morning 我就有这样想 不能再做错事了 因为青春有限 青春有限 因为开始我做保险 然后就做建筑业 建筑业做失败了 然后就开始在寻找有什么行业 可以不用再改另外的行业 就开始害怕 所以男人怕 女人怕嫁错郎吗 男人怕入错行 因为在当时我们在看 有一些被淘汰的行业 是永不超生的 当时我也会害怕 你看 现在的手机又取代了以前的Canberra 对不对 以前的软片 Fram的 拿去冲洗 现在全部Memory卡 对 如果你在那个时候 你买了一台机好几百万 可能你泄本无归 就没有人去再用它 所以这个淘汰率变得很快 好像打字机也被淘汰 如果我在进错行的话 这一次39岁在进错行 5年后10年后 我不能翻身 我就开始害怕 所以我就很认真的去寻找一个行业 这样我就看这个世界什么行业不被期待的 吃 Forever都是要吃的 因为全世界的动物跟人类都有一个共同点 科技可以改变所有的一切 食尚可以改变所有的一切 但是对于吃它不能够改变 只有吃得更好 它不会吃得更差 所以在这里呢 我就完完全全要投入在F&B 就是Food and Beverage 可是F&B有这么多选择 为什么你会想到股粮这一块呢 问得很好 真的加成你真的很厉害 你问得很好 因为股粮呢 有一天我就2007年 我就去到中国旅行 是旅行 我去毛泽东的家 他的真正的故乡 他的家 我就参观他的四合宴很大 以前他住室的地方嘛 值得去看成功的人 我们在走走走 咦 他的厅 他在走走走 有一间 他有一间一间一间 他的房间 然后在走走走 咦 古仓 古物的古 仓库的仓 古仓 专存那个古物类 那我就听导游的游说 他就解析 古物是人类的恩物 人类是吃古物的 以前人都是吃古物的 不像我们现在吃这么多 老老老老的东西 现在砸死 对 其实我们认真去看 古物是很特别的一个食物 你看 今天啊 古物到底是什么东西 很简单的解析 古粮呢 古物类的 就是植物的种子 植物的种子 OK 就是古物类 很容易啊 植物的种子就是古物类 植物的种子 它又很特别 这个种子如果 今天我们没有给它信息 什么信息呢 水 阳光 养分 如果你不给它这几样 它不能催神 它永远在冬眠 对 你放了半年一年 你保存得好 还可以再吃的嘛 它是感染来的 对不对 古物 如果你在六个月后的今天 你想 我会选择在 2021年的1月1号 我就把这个绿豆红豆 我就放在泥土里面 给它灌溉 给它阳光 一个星期它就长萌芽 然后就有根 然后就长上来 对不对 很特别啊 你看古物类似 它可以是 在那边它可以什么 它可以冬眠 对 也可以去增长 所以它是什么 它是有生命力的 对 有生命力 它什么是活的 它不是死的 如果你每一天 你吃古物类 你吃有生命力的东西 你的 你的 人也会跟着有生命力 一样的 它是有生命力的 所以从古前人到今天 就把古物当作人类的恩物 是有道理的 我们哺乳动物 我们有胚胎 对 我们讲飞禽 它有乳 它有蛋 对 OK 这样置物是什么 置物的胚胎就是骨粮 对不对 对 出生的胚胎就是骨粮 对 如果多用骨粮的话 人也会联情起来 嗯 我看他多生一荣光幻化 他刚才叫他39岁 才穿半骨摩 那我讲 他大概今年要几岁了 你看他皮肤记好 非常感恩 虽然这句话不大切实 不过听起来蛮舒服的 是真的 OK 所以就是讲说 骨粮它是刚刚提到的 就是生命力的部分 就我们每天吃 其实也是会幻化 我们人体内的一些 Energy这样子 对 因为 你看 鸡蛋为什么营养那么充足 它要供应给那个 小鸡 在里面成长 嗯 当它的生命还没有 到它有生命 到浮卵出来 它足够的营养在这一粒蛋里面 嗯 看到吗 所以那边是很多很多的营养在里面的 它一个生命 它就需要泥土的营养 嗯 是吧 嗯 一样的 它是一个出生的胚胎 嗯 它是植物出生的胚胎 所以我在骨粮里面呢 我就非常注重 嗯 当时我就看 到底骨粮这个市场有没有 在全世界你听到骨粮 人家就会听到姑娘 骨粮 他们就会一直觉得是骨粮 对 他们就会跟你讲骨粮 所以舌霸骨粮的由来 他们就叫舌霸骨粮 是 广告打得非常响 也是听得到 那我就一一的介绍 骨粮它是人类的N物嘛 所以长次骨物类 它一定给你很丰富的营养 你看 从一个杯一粒骨粮一粒种子 它到成长的时候 完完全全不靠外界 只靠水分 它就够供应它的羊 成长到一定的程度 才靠到那个泥土里面的营养 那么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也看得很明显 如果人常用骨粮的话 你也用光泛发 这是一样 看我就知道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所以我就在想 怎样把骨物类 它是人类的N物 怎样跟它做菩提化 在那个时候就有这个想法 就开始 因为想到骨粮可能人家就想到米啊豆啊 但是这些东西都要拿去煮的话就很麻烦 对 对 对 在那个时候有骨粮吗 有麦片啊 哦 小麦啊 玉米啊 或者是 我们所谓的糙米粉 对 但是它也都是一个一个一个 它不是集合在一起啊 所以单一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怎样能够把它综合在一起 前方位的营养 就是人类在寻找的 当时这个想法出来 有想法我没有办法 因为我不是科学家 是 你是刚好去旅行看到不对 然后我就很积极的回来 就带一些科学家 美国科学家去研发 到底有几样那个骨粮 综合在一起是人类精衡的营养 当时呢 就交给科学家 他就跟你算出来 18种骨物类 这是最经养的 就是精衡的营养金字塔 所以在那个时候 18骨粮的由来 就是它的名字是这样来的 嗯 就是18种 就是可以达到人类所需的 对 全方位的营养 所以18骨粮的名字这样来 但是后者呢 马来西亚 也不是讲马来西亚 全世界第一家综合股粮公司 也是Good Morning 嗯 之前市场上都没有 没有啊 单一的啊 卖片啊 都是一个一个一个这样子 卖片是股粮吗 是 股粮是卖片吗 不是 嗯 对不对 好 糙米是股粮吗 肯定是 嗯 股粮是糙米吗 不一定是 因为股粮是涵盖很多种 对 所有制物的种子就叫股粮 嗯 这样就很明白了 对对 这样子的解析就很清楚 嗯 就不会给整个市场上很多人会混淆 对 到底怎么是股粮 到底什么是卖片 怎么是什么这样子 嗯 所以 在当时综合股粮公司 第一家是由Good Morning开设 嗯 那么当然啦 荒田无人根啊 嗯 对 那么在去年是比较患烂 嗯 2019年 嗯 是股粮最患烂的时候 嗯 市场上有很多 因为很多 应该是有超过200家 有200家这么多啊 对 有200家股粮公司 OK 它是这200家到今天呢 剩下不到20家 嗯 啊 待会我又要跟你们解析 为什么他们的淘汰率那么高 对啊 200家变到20家 就减掉整个90% 现在就是因为这个 这样好的一个机会呢 我就要跟你们分享 生意 做商人 跟做企业家 有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理念跟思想 嗯 那么开始 刚才我所讲的 股粮 综合股粮 是由Good Morning第一家 对 延起一个梦 这个梦就是要带给每一个人 很轻松的去消费 健康加倍 就可以很容易拿到健康的饮料 嗯 因为在马来西亚 高糖分 啊 高碳水化污很多 嗯 你不能够得到很精衡的营养的 不是 不是讲精衡的营养 就是说基本上的一个健康的饮料 的确很难求 好像除了白开水啊 其他的都真的是不经常 应该是讲 现代人连白开水都很懒惰喝 这样子 都没有口感 没有口感他们也不要 对 全部人的口感 口感要很重 嗯 所以在这一方面呢 我们就 我就很着重这一方面 我就想带给全民啊 一个健康的一个饮料 嗯 原企业这样子而已 很简单的 嗯 我是一个企业家的想法 嗯 我要供应这些饮料 嗯 所以我怎么讲企业 你看 我看到社会有问题 这个问题 我们做食品了 怎样去 provide一些更好的东西给他们 嗯 让他们轻松消费 健康加倍 嗯 在一个普及化的价钱 可以得到 很好的 很健康的一个饮料 嗯 我怎样讲一个 这个 第一个想法就是出十八股粮 那个 V Plus 我们十八股粮 粉红色的 对 粉红色那时候 非常记得 那时我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要 供应给他们一个 高抗氧化剂 让他们免疫力提升的一个产品 其实那时候十八股粮 是要有说主打女性吗 还是怎样呢 其实这个产品非常经常的 因为它是红甜菜根 红甜菜根就是可以补血 抗氧化剂高 小孩子也发育成长也很好 从小朋友都当牛奶粉来喝 对对 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健康的饮料啦 我们谈不起什么 多方面多功能的饮料 真的谈不起 只是很单纯的 可以温饱 可以补充营养一些 然后可以很健康 对对对 当时你看啊 那十四十八股粮 过后很可爱的 整个市场上出的股粮 全部数目是多过十八的 就是要多过你就是了 就是要升你 又超过三十二三十六三十五 全部很高 到九十九到一百都有 对对对 你问他为什么 因为我要升十八股粮 OK 因为他们要升我所而做的 所以他们就变得 那个数字变得很大了 他们是个赏人 有利可图 他们就来分一碗根 我也不可以怪其他的东西 我也不可以怪其他的人 可能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有竞争 不过到去年 从200多家变成20家左右 那么到去年 我们的市场也是巨大 我们占了整个市场的75% 这个真的是很大 如果说在200家变到20家 以后你们还是占75%的话 那么我们也拿到马来西亚 基督大前我们是巨大型的股粮公司 这也是马来西亚的一些小小的一个骄傲 这么多国家的还没有 就是马来西亚在做 马来西亚有 那么原企义的想法很重要 我觉得一个企业家要履行社会企业责任 很多人误解说社会企业责任 一定是要拿钱多多来去捡做善事 其实不是 不以为难 真正的履行社会企业责任 就是我做的就是F&B 我做的是一个饮食 均衡营养 或者是饮料的一个行业 我就认真的看市场上的需求 我就供应给他们 而且我觉得也是比较有一点教育性在吧 因为可能很多人像你刚刚提到的 他们根本就不懂什么是股粮 也不懂什么是均衡营养 但是有了Good Morning以后 大家就开始 到底Good Morning是什么 人家就去讨论 才知道原来我们人体需要的是均衡营养 然后可以通过股粮 也是一个健康教育的任务 那么成为马来亚最大型的股粮公司 我们一定要履行一些责任 好像在学校做教育 我们没有停息过 从创业到今天 几乎所有马来西亚的滑销 滑销 我们都跑偷偷 我们就送他一个 然后就重泡给他们喝 然后就灌输他们这个交易 因为在马来西亚 超过七八十巴仙的小朋友 我们问 早餐他们连水也没有喝 就跑来学校了 他不吃早餐 七八十个巴仙 应该也是这样 因为你看小朋友可能很早就要上学 然后早上睡醒可能有些 还没有睡醒都被载去学校了 来不及 其实有两个 我们实际上就有问那些小学生 他们会给两个答案 为什么你们没有喝早餐 吃早餐就来学校 因为睡不醒 他的巴士到的时候 他冲上去你巴士就去了 睡不醒所以没有吃早餐 就很不好咯 你没有吃早餐 你都没有Energy 这样去学东西 你要等到下课吃了东西才有精神 要放学了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也是很好笑的 我们有问到 妈妈睡不醒 哦 所以不是小朋友 是妈妈 所以妈妈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对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在想 我在学校一定要做推广 因为 十八股粮多么好 可以温饱 也是健康的饮料 你喝下去四个小时 才去吃其他的食物 都可以 在那个时候我就鼓吹 你看我们也很用心的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shaker杯子 希望他们养成一个习惯每天带着去学校 这个杯子也不便宜 十多块钱一个 然后也可以放进微波炉耐高温的 然后也很可爱 还有像奶嘴 他们又很喜欢这样来喝 可以这样子 全部是隐和小孩子的 我们就做给他们喜欢的 那么旅行这个社会企业责任 就送给他们做一个教育 教育他们吃早餐 对 他们早上 那么我们也从中教育他的父母 对 怎么教育法呢 很简单 其实我送你shaker了 你把shaker打开 你把水放进去 然后放到150到200 三勺盖上 盖上杯子 你的孩子拿着 摇摇摇摇 上巴车慢慢喝 慢慢喝 对 你看你只需要用到五秒钟的时间 可以重泡一个早餐 就可以给你孩子有的早餐吃了 所以我们讲究的就是 SEE Simple Easy Effective 要给他很简单 很简单 很容易冲泡 很有效的给这个小孩子 对 因为这样子的话 父母亲才会有那个动力吧 因为可能父母亲 像你刚刚说的 就是睡不醒 他们根本就是 你找一个很好的方法 很简单的方法 让他们很简单的去 他就觉得不麻烦 他就会去做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做教育的其中 一个部分也是做到蛮成功 我们其实做到蛮成功的 因为成为马来亚最大的姑娘公司 应该履行这个责任 确实 所以交易需要很长的时间 推广一定要站出来牺牲 我不站出来还有谁站出来 所以前马来的学校这样跑透透了 我们应该 我保守估计 在这样多年来 我们投资在学校的交易里面 超过三千万 三十个million 就是你们在做这方面 除了在推广这个 骨粮饮料的时候 其实也是在很多 回馈社会的这个动作 因为你在推广的时候 你要站出来 你要给人家东西 对啊 那个小孩子会回去 跟他妈妈讲这个很重要 其实就是 小孩子带妈妈 他们去买骨粮的比较多 这个昨晚那天我在学校看到 这是我们学校的 我们学校用的 对 所以 这个奖就是这样讲 假如一个企业 你把持不住啊 你不投资这一笔钱下去 你看不到这个回头 是啊 因为你讲说市场上班要200多间 然后现在剩下20多间 那百多间到底是做了些什么 去了哪里这样子 他们失踪啊 他们离开 因为他们的一个企业理念完全倒反 他们是个商人 大家要分这一碗跟太多人来分 分不到 所以他们离开了 所以我们 每一个产品的推出 就 理性社会企业责任 为什么会推出这个产品 然后推出的意义 背后是什么 我们这样一步一步这样走过来 所以我们永远是在市场 市场主持人 我们一直在跑前面 而且你们是第一家 到现在为止 还是可以维持在第一的那个 因为第二差太远 第二只占了11% 我们占了75% 差了差不多7倍 他们很难追上来 我也不是担心他们追 我也很希望大家来一起 一起来旅行这个社会企业责任 一起来推广这个健康的意识 给整个马来西亚 我很希望 但是偏偏不是 大家那个理念可能就没有在意 你在推广它在后尾分根 你在推广它在后尾来 我的更好 我的又多几样东西更好 所以这些都不会长久 我讲旅行社会企业责任 我们讲一个基本上的 我们知道 现在我们当红榨纸机 当红最红最红红发纸的一个产品 叫做纸属蓝莓18股 我相信每个学校每个学生都会 保护眼睛 保护眼睛 现在小孩子很活动 如果你要他静下来 你给他一台手机 肯定了嘛 他一定静下来 静在那边几个小时 那么间接中你就伤害他的眼睛 因为蓝光可以直接伤害眼睛 再加上最近MCO大在家里上课 然后也是一直对手机对电脑 真的是加倍 肯定对眼睛受伤害 同时假如父母拿这个手机给他 又有蓝光嘛 对不对 他同时也送他一个 紫属蓝莓18股粮 再给他那边享受 他还可以保护回一点 对 别人扫了 别人扫了 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 一个大环境啊 一个新常态啊 我们也看到 所以我们很积极地去推广 在学校 紫属蓝莓18股粮 所以紫属蓝莓18股粮 占了整个市场的 我们Good Morning啊 占了整个市场的 差不多60个巴仙 很大 所有产品里面 他占了60% 哇这样真的是很多 很大很大 这个市场最大了 那我一个很想问Dato 就是你看你们有很多产品 这样如果今天我是一个消费者 我要来选 这样多我要怎么样去选哪一个呢 我不可能每一样我都喝嘛 对不对 这样我要怎样选 一样for我自己的呢 OK 我们基本上啊 我们把它分为两种 两大类 嗯 嗯 开始Good Morning 从到今年的三月之前 嗯 我们出的 第一个 红甜菜肝 嗯 抗氧化剂 嗯 然后紫属蓝莓 还有一个竹姜骨粮 嗯 基本上就是三个 强的 在这个市场 还有咖啡 嗯 这个是健康的 饮料 健康的饮料 嗯 嗯 那么今年三月过后呢 我们又出两个产品 嗯 一个叫做 Gishua 嗯 一个叫P-Portin 嗯 这两个产品呢 Good Morning其实在间接中 它已经提升很高了 嗯 还有很多人看不到 嗯 嗯 我们提升了什么程度 怎么要讲提升呢 嗯 嗯 我们从健康的饮料 提升到功能性的饮料 功能性 就是讲可以钻 钻对什么东西的 功能性的 这个功能性就是 它里面含有28种维生素跟矿物质 嗯 它有 它有素剂的 嗯 所以你也可以不吃其他的 不吃白米饭 也不用吃菜 也不用吃肉 你只是喝了 它就 就可以有这些饮料 嗯 就是功能性的饮料 嗯 所以Good Morning已经提升到这样的阶层了 还有很多人还在追 还追到不知道追什么 开始他追我们的颜色 嗯 我出红甜菜根 整个市场都是红红的 对 我出紫色的 整个市场都是红红的 整个市场都是红的 对对对 我一次 黄色的姜 整个市场也就黄到完 黄姜啊 黑芝麻之类的 我也不知道他们追到 嗯 嗯 很可爱 我感觉到他们很可爱 所以有时候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很困窍 就是明明我听到的名字是Good Morning 但是市场上 每一个Product都是同个颜色 所以他们很难去分辨 有放个Good 没有就放个Morning 所以你就会不懂 怎么分辨 他就不是Good Morning 不可以放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才是Good Morning的 每一早 哎呦 很多啊 很多啊 很不方便啊 也造成顾客 但是啊 他的装饰 他的设计啊 是模是样 连我 假如是很快的话 哪都会拿错罐 哈哈 连你自己都会拿错 更何况去消费者 都会 所以 有很多 包括 比如说 呃 我们一个广播 我不方便讲 那名字啊 的CEO啊 嗯 他买了一罐 紫色的 变个公司的 他还拍的 发给我 他说 拿到我支持你的产品 我想 对不起你支持错人 哈哈哈哈 好尴尬 买了变个产品 对不起你支持错人 好几个 他很开心啊 他买了产品 快点要跟我分享啦 我支持 我支持你了 对不起你支持错人 怎么会支持错 我就发我的图片给他看 马上啊 再去买一罐来 才发现 总算对了吧 哈哈哈哈 真的 因为我现在讲 我觉得我们去 像我们去一些西洋行之类的 你走进去 你就看到很多不同的 然后你就会觉得 为什么每个颜色都一样 然后你就会 很混淆说 不懂哪一个 才是我要买的 这样子 在这样子的一个 竞争里面啊 我们永远是处在下风啦 因为你公司大 你也不可能讲他们些什么 对 就让他们自己去变 终究 顾客的眼光是迷律的 而且 他最终 还是会选择你的 而且我觉得 有另外一个 一个方面想就是 其实很多的话 也可以让更多人 是要鼓梁啊 然后他们去做 survey 到最后他们会 他们会分辨 对他们就可以分辨 哪个是好的 哪个是他们要的 你看 既然他们模仿了 是模式样 第一个 第二个 又给顾客混淆 到最终呢 他们那些都离开了 离开了这个市场 都已经离开了 所以我终究 我要讲一句话 鼓励一些企业 真正用心去做你的事业 不要以跟班 或者好像跟风啊 跟壁虫 这样一直跟着 很不好 或者有人讨厌 也不用紧 我当然会不会计较 因为我生意都这么大了 你都已经很有信心了 我就是 顾客每次会打来 哎呦 怎么这样子的 我又买错 买错 很可怜 我一直买错 一直买错 所以 顾客要看 认定 Good Morning 很容易看啊 这个字啦 对 记得是Good Morning 要粘在一起 Good Morning 就是真 是好的 就是你们的brand 所以今年呢 我们在三月份的时候 推出这个功能性的饮料 第一个G-Share 就很正当的这个G-Share 对 G-Share就帮到市场上很多人 因为这个G-Share 这个产品出来的时候 它一定肯定 我很肯定 它是未来明星的产品 很快的就在全世界会红起来 你刚刚讲到功能性 然后你提到说 里面含有很多的就是维生素 28种维生素 矿物质 所以它也是一样 就是说每一天可以当代餐来喝 还是怎样呢 可以 你看这样子的 家政 我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解剖方式 来给你看 为什么我们提升了这样功能性的饮料 为什么讲它是个明星产品 明星产品 或者是一个名人 他出事的时候 那一天一定是有动乱的 反正王帝出事 就会大风大雨 下大雪的 那我们这个产品一出事的时候 出到是在3月 3月18号什么事情啊 我们MCO全世界大乱 所以刚好 配合MCO刚好就推出这样子 人家看的是你这么这样倒霉 我说其实不是 这个是明星产品来到这个世界一定会动乱一下 因为MCO的时候刚好就出来让大家在家可以补充 对 所以 为什么会出这个产品 在5年前 我再有一个想法 我们出饮料的嘛 你看啊 我叫你注意这个社会啊 有几个东西你们要去注意的 第一个 研发这个28种维生 全方位营养的饮料啊 全世界都是用卤制品来做的 喝奶粉 对不对 全部是奶粉 全部是奶粉啊 对 在亚洲这一部分的人啊 有90多%是乳糖不耐症 对 对 而且很多人会对牛奶敏感啊 之类的 对对对对 根据社会啊 70%的亚洲人 喝了牛奶 直接卸肚子 是 是 好 还有20多%的人啊 他喝了他不会辣 但是他肠胃会敏感 他会脏风很不舒服 他说里面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吸收 他敏感 他不吸收 那么刚才我讲的 我是股粮最大的公司 我就要履行这个社会企业责任 有多么多亚洲的人 上了年纪不能够进食 只靠这个液体来喝的 多么可怜 多么可怜 所以我就把关的很好 我就研发这个产品 好 G-Shure G-Shure是100% Bland-based 植物性的 100%植物性的 然后我添加28种维生素跟矿物质 OK 这样 它就可以温饱 温饱的当额可以拿到足够均衡的营养 然后又不会过敏 绝对100%不过敏 这是我应该要做的责任 这样讲到这个我想要问一下味道方面 因为很多人都会讲 有个股粮有一种味道啊 感觉好像很可怜这样子啊 味道方面你们又怎样去克服呢 你想试一试吗 我刚刚其实已经试了 然后我觉得那个味道有一点像H牌的一些 一个饮料 然后它是有点带咸的 对对对对 它有一点带咸 而且我觉得有另外一个点 我觉得很让我比较喜欢的是 它的口感 因为它不是那种包包细细的 它是有一点像 它饱足感的 对它是有一点像你在吃糖水的那种感觉 这样子的 它的米糊这样的感觉 对对对对 那这个产品我把关得很好 我很严谨的去看这个产品 嗯 因为那个我的R&D啊 它到最后 试到最后一次啊 我试了1084次 我才批准 这个口感是可以的 嗯哼 它到最后问我 Natu啊 我问你哦 这几年来 为什么你一直试 一直试 一直试 你一直讲不可以的 到底不可以在哪里 为什么会这样子 为什么要这样严呢 对这个产品 嗯 我说要严呢 你跟我 假如是不是意外死亡啊 我们是 自然的 年老 生老病死 的话啦 before还没有走之前 不能吃东西啊 我们每天都要喝这个啊 所以一定要好喝 不然每一天喝的是足利 没有改吃 我自己都不能接受啊 对不对 这个是重点啊 所以我一直把关得很好 所以这个我是蛮用心去做的 嗯哼嗯哼 嗯哼 那么这个产品推出 真的是我非常开心的 嗯 因为有很多个医生 他每次见到我跟我讲谢谢 奇怪 这么你 这么每次看到我讲谢谢 他说啊 我们照顾老人 最头痛的就是他们的食物 对他们又没有力咬 他们没有力咬 消化能力又不好 就喝奶粉 对 那奶粉是谁发明的啊 全部是西方人发明的 嗯 全部是乳制品来的 对 西方人从小吃起司到老了 他们当然习惯了 他们可以接受 对 我们东方人真的是很难接受 嗯 尤其是亚洲人 包括马来人 印度人 而且牛奶有时候也会有点 乳汤不耐真 对对对 所以就 就开始会排测 嗯 有多么多的老人啊 在排测 知道百年龟寿的那个痛苦是没有人懂的 嗯 所以我看到这个问题 嗯 所以你就研发了这个 我就开始研发 嗯 但是在今年推出 这个就改变了东方人 这个饮食的一个历史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 往后是将是一个最爆炸力的一个产品 嗯 其实它不只是可以给 像 不是只是给老人吧 其实大家都可以 Gesho这个产品刚才讲的 前方位的 complete nutrition 嗯 前方位营养的产品 那有很多人 误解以为说 这个产品啊 要上了年纪 没有牙齿 不能咬东西 然后不能够躺在床上 才来 这个产品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 它是一个饮料 很容易喝 很好喝 第二个 第二个 最主要的原因啊 它就是可以插在 在鼻子里面插管 哦 就插管来 来注入 来注入进去 它拿到营养 嗯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方式 嗯 那么 其实这个产品呢 从两岁开始 就可以开始喝 嗯 就是baby也可以喝 一岁我们不鼓励 因为一岁里面的肠胃发育 还没有齐全 嗯 嗯 因为在那个时候 假如是喝到别个 不是喝到我的有问题 他的父母都心赖的 哈哈 这个比较危险一点 对 比较有这个等于性 我们是说两岁开始 他齐全了 然后我们给他喝 嗯 那么两岁的时候 当然分量是不能多啦 嗯 因为两岁到十二岁这一段期间呢 是人生的一个成长期 嗯 很重要 嗯 他要足够的精衡营养 刚才我所讲的 28种维生素跟矿物质 是精衡的营养 嗯 我们都鼓励他们喝一勺 嗯 就是不要过量啊 他的奶粉里面摻了一勺 嗯 很有营养 那我就基本上讲这个 我们首先讲 上了年纪的老人 乳糖不耐症的机率更高 嗯 因为他们的消化能力差下来 嗯 所以这个呢 是完完全全可以改变他的 嗯 因为医生 最头痛的就是照顾老人 对啊 你看 我花几千块把我爸爸放你那边 下个礼拜去看他又瘦一点 后个礼拜又去了看又在烙塞 你看 那个医生很难做的 你到底会不会跟我照顾啊 对啊 对啊 医生很头痛 所以今天这个产品还会一直跟我讲 谢谢的原因就是 他一喝就包没有问题 嗯 他没有乳糖不耐症的嘛 对 之物底的 嗯 然后三个月过后 你看他皮肤粉红色 慢慢有肌肉上来 慢慢求护 嗯 他们是最开心的 对啊 他们长期用的 嗯 所以这个产品 他的深度很强 嗯 嗯 当然今天我们这样讲 好 我可以这样讲啦 佳蓁 不久将来还是有人跟住我 然后又有多少29种 还是会跟住 然后30种 他们肯定多过我的 嗯 我还是十八姑娘 没有变 没有变 对 那其实我讲到这个 其实就是我觉得啊 很多人可能像我们刚刚一直提到 就是现代人可能就是 一天早上喝一杯可能就是可可饮料啊 或者是喝一杯那种三合一咖啡啊 他们就觉得说 啊那个就是吃早餐了 其实根本就不对的啊 那个根本就不是一个好的早餐啊 也不是一个好的meme 这样子 对我们讲在市场上啊 超过七八十趴的那个 三合一的咖啡啊 嗯 他们根本里面没有咖啡豆的 都是糖精 糖啊 跟卤制品 嗯 去调的 是啊 但是真正的 有咖啡豆 哪里有可能一包不到一块钱 就是做不到的 是哦 所以这边真的是要 再提醒大家 早餐很重要 然后那个均衡饮食也是很重要 所以不要以为说 你早上喝一杯饮料 就是可以让你饱 就是好的 其实要选对那个早餐 才是那个main point 你看我们理性什么社会责任 叫人家简单 方便携带 有效对身体 嗯 全部拿到完 嗯 就是在一杯里面就可以解决了 如果你可以做到这一点 你的公司即使 忽然间没有很大的业绩 你也不要担心 你是在帮别人 随之而来 那个业绩就会冲上来 嗯 对 你在这方面真的是 其实你就像刚才讲的 就不是只是为了做生意 而是希望去教育 这个社会关于营养的这一块嘛 对 嗯 我再理清一些 一些社会企业责任是什么 打一个比方 好 G-Shirt一贯 现在市场上卖89块钱 嗯 嗯 89块 这样 这个产品89块 我说 要在这个市场上七亿不倒 要勇气经营 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态度 才会勇气经营 嗯 我这样解析哦 嗯 佳蓁 这一罐的recipe我写给你 28种维生素矿物质 要多 18种骨粮 什么 怎样做 怎样全部写给你 嗯 你呢就在家里自己做 好不好 你做一百罐 嗯 一个礼拜做一百罐 因为他要一个礼拜的时间嘛 嗯 盆化的时间要一个礼拜 嗯 你做了一个礼拜之后 这一百罐 一罐 你算它的价值啊 嗯 它的价值啊 嗯 最少一百五十块一罐 嗯 还不包括你的工钱 嗯 这样 如果你要这样麻烦做到 要命 未必好喝 这样我们打不如我直接买一罐 你去伙伴买一罐不是更快 对 八十九块 而且我们确定不会有问题 不想我们自己做还会 喝到一点不爽 还可以换 对不对 罐子扁一点还可以换 对吧 然后老字琴又可以换一下 嗯 你想一下 如果你可以做到这一点 嗯 你的这个事业就可以 永续经营 嗯 嗯 而不是用手段 欺骗 不要 嗯 你用心 去做好你的东西 嗯 把你的 尽量跟顾客争取便宜的 啊 去quality 但是又要便宜 怎么讲呢 刚才我讲的 我刚才讲的 你做一百罐 一百公斤 嗯 我一次的 Running 六万公斤 你说你买的东西便宜 还是我呢 对啊 当然是你啊 肯定 所以你才可以卖到这样多罐啊 对啊 我到operation 一个full run 六万 六万公斤出来 你在家里慢慢做 一个星期才做一百公斤 哪一个costing高呢 对啊 一定理得很贵的 嗯 那么我争取了这个便宜的价钱 以普及化的价钱 良心的价钱 卖出去给市场 嗯 市场一定会回馈你了 对 那你就可以勇气经营 做生意的态度 一定要保持这个 嗯 才可以勇气经营 嗯 现在顾客的心 就是靠你这个诚意 而不是用手段欺骗 是模是样 偷龙转凤 这个已经不在这个市场了 所以你才可以 这个透明度很高啊 这个市场 所以就是这样子才可以 从一开始到现在 都一直排在第一的位置 这样子 嗯 保持着这个态度 我也要鼓励所有经商的人 嗯 或者是一个企业 保持这个态度 嗯 替顾客争取 顾客不会忘记你 嗯 他一定爱你的 就像全部人都一直在咨询Good Morning 这样子 嗯 所以这个 是Good Morning 一直以来保持着 不变的一个定理 一个中指 一个方向 嗯 我们就是要给顾客 轻松消费 健康加倍 嗯 所以大家今天快点 赶快就去买我们的 这个Good Morning 因为呢 中国报的粉丝呢 会有这个 拿到这个Promo Code 这个Promo Code 是什么呢 待会再告诉你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Dato的 这个时间 还有就是 接受我们的这个专访 谢谢你的Dato 谢谢 谢谢 中国报的朋友 这里有好康 凡是从今天起至10月31号 在Good Morning官方网站 购买Good Morning产品 只需输入中国报 独家促销代码CP10 就可以获得18仙的折扣优惠 并且享有免邮费 把健康送到你家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